今天为各位来介绍这个是康轩版本 生物科技九上第二单元节座派对灯 它主要就是要让同学学习电晶体 它的一个放大电路 那这一个实验它用的是两颗C9014 那这是属于NPN型的电晶体 有箭头的朝负极的这个是E角 上面这一只角是C角 这一只是B角也叫基本的GG级 这个C角就是G级 这个E角就是射级 那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放大电路的运用 我们用三幅度的电子打开之后 这两个电容是经过稳压 稳定电路 其他的电阻是用来控制流过的电流大小 那这个麦克风它是主要的波形的产生 它会产生的高低波高低波 因为我们人类讲话说 振动这个波片会产生的类比讯号 就高低波高低波 然后就让这个L1灯会闪烁 闪烁跟着你的声音的高低来闪烁 闪烁我们看一下 有人已经做完了这样的一个 电路的这个实验的一个结果的影片 我们看一下就像这样子 我放音乐的时候 它会学着音乐的高低高低 然后就会闪烁这个灯源亮暗亮暗 它做到的就是 它怎么做到的 就是用我们的这一个电路 节奏派对灯 那老师有做好的一个就是 TinkerCAD的模拟器 我们来看一下我用的这个是三幅 然后呢其他造了课本的这电路 但是因为TinkerCAD的它没有麦克风 所以老师就只好用这个叫波形产生器 我做了一个类似类比讯号的这高低波 然后用这高低波可以调整它的波形的形状 然后这个灯的闪烁就会不一样 那我为了保护这个LED灯 所以加上一颗电阻来保护它 这个方式那这两个一样用的是NPN型的一个电晶体 来模拟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在我们的那个网路上 你也可以看到老师有分享的这个连结 所以你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连结 你点进来也可以直接来实践 来这个TinkerCAD的这个模拟器 来直接来测试看看 那这个就是康玄版本的节奏派对灯 的一个放大电度一个说明 那以上就是科梯老师为你介绍 如果喜欢帮科梯老师影片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拜拜